美光猜測開出半導體景氣反轉第一槍後 業內釋況雜音不斷 經變過剩隱憂徘徊市場 尤其大量擴廠的成熟製程 臺灣晶圓代工二哥聯電也被影響 自年初以來股價從六十五五元一路走跌 十三號收在三十八點零五元 急進腰斬 難道連自家人都挺不住嗎 有六名聯電副總跟高階主管 分別在五六月出托持股 賣出將近五百張股票 根據公開資訊觀測站資料顯示 聯電副總經理陳金雙五六月 就出托一百五十張股票 另外副總吳宗賢則賣了一百七十張 聯電對此不多做回應 只表示這屬於員工個人投資行為 而且公司有經理人最低持股人政策 也就是說必須要符合基本的持股 而這些都是符合公司制度 不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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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止